嗨 guys 欢迎回到这周的工作日常vlog 今天是周四 已经快到周末了 所以真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而且最近天气也很好 所以呢就打算记录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工作日常 我觉得应该会是特别开心的两天 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啦 今天的上班穿搭 上面呢穿了一件绿色的条纹小衬衫 是这种有荷叶边装饰的 还比较俏皮的感觉 然后下面呢是一条米白色的裤子 背的是这个Le Boy 是一个漆皮的裸粉色的包包 会在哪里可以看到有的 哪里可以看到有 哪里人都有 我们会在哪里 平均的 还有 我们会在哪里 有 they're doing 这么好的 这就是 我说过的吧 supervised vis fist 代表什么 fist 是不是 看望的意思啊 fist 就代表看啊 我说过的吧 超级看 就是一个人很 很 就是级别很高的 往下面看的是吧 哦 讲过 监督 监督 是你妹妹 监督是不是啊 那还有什么 fist 比如说fishing 视野对吧 下课时间给大家看一下我 上班的包包里都有带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苹果 一包餐厅纸 一支笔 一个这个 AirPods 两个蛋白磅 这个是我一个 美国的学姐 然后她回国创业了 她出的这个 应该是那种健身 减肥的蛋白磅 还有一个零食吧 她寄给我 让我试试看的 所以我最近的晚餐的话 就是吃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当做一个带餐来吃 然后呢就是家里的钥匙 还有一个口红 这样子差不多就塞满了 其实这个Le Boy的容量也不是特别大 还可以塞一个手机 差不多 就这样了 climax 我还没讲过这个词 零点 对的 讲过的 因为max是最高的 climb是一样什么意思啊 像上 climb代表的是slope 是一个斜坡斜律这样的意思 climb climate呢 climate climate我不是说过了吗 是因为古代的人觉得 气候是跟地球的这个坡度 或者地球的这个移动相关的 所以他们叫climate叫做气候 他们认为气候和这个地球的这种角度是相关的 所以叫climate 我想的什么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想的什么吗 你想的是什么 斜着交配 斜着交配就是气候吗 climate climate climax OK climax是顶点吧 它可以作为我们口语当中所说的 orgasm 我懂 orgasm 我说过的吧 这个 真的说过吗 我说就是orgasm和climax 都可以代表高潮 但是orgasm是那种生理上的 climax 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什么 一种情感的高潮 对吧 上了一个下午的课 终于可以吃晚饭了 我的晚饭就是这个 蛋白棒 带餐 配水 这个蛋白棒打开来之后就是这样子一块 已经被我吃了一半了 长得像布朗尼 然后吃起来呢 就是巧克力坚果的味道 我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带餐 减脂 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今天的最后一节课 是给这个弟弟 就是上手跟我一起去曼展的弟弟 上课语课 你来唱 我唱你不用再唱 等一下 你会唱吗 好低啊这个 我唱不了 你别演了 我真唱不了 就是不想唱 你最好做好准备 我没有打算 停止一切 想说我没有志愿 也没有事情好想险 也没有事情好想险 有一刻 用来去爱我花椒 我花椒 我赏子不行了 我今天赏子不行了 我唱不了 我平常可以唱的 完全可以唱 我你看啊 咚咚咚咚咚咚 好准备 多久了 这里开始唱 我前奏唱不了 太低了 真的 你唱你唱前奏吧 那到那时候 你来接好吧 没关系 开始你来接好吧 嗯 有什么用 合作 这人快没单 这个说起 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缺 撑得上 我的优点 没关系 我终于到家了 刚去拿了一个快递 是我买的一堆火鸡面 看 这个是原味的 然后剩下的这些全部都是五花八门的味道 我买这个呢是因为 我有个学生说要跟我挑战吃火鸡面 所以就买了这个 到时候你们可能就会看到 一个我很皮的学生 跟我一起出镜在视频里面 这个就是芝士味的 这个味道我们喜欢 咖喱味 这个是奶油味 那让一下 这个是什么炸酱面 臭辣炸酱味的火鸡面 这个我还蛮期待的 这个呢就是麻辣香锅味 这个我也吃过好几次了 还有剩下的这个 二倍辣的火鸡面 我也没有吃过 下次我就要来挑战吃这个 听说超级超级超级辣 世界上最好录的小猫咪 就是你啦 对不对 嗯? 最近每天晚上回家 都已经十点钟了 录一会儿猫 我就要卸妆 洗脸 护肤 然后我最近睡前 都一定要用吸尘器 把我的房间吸一下 我现在觉得有了吸尘器之后 每天用吸尘器打扫房间的时候 是最解压的 因为娜娜最近掉毛期 毛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每天早上 出门之前和晚上回来之后 都会用那个吸尘器 把家里面给吸一遍 哎呦 你不爱听啊 走吧 卸妆之前 我真的要实名表扬一下 NARS的粉饼 是我最近一直都在用的粉饼 我是属于混油皮嘛 就是我的鼻子和额头 是非常爱出油的那种 但是我平时出门 又不太爱戴补妆的粉饼 所以我只是在 每天早上化完妆之后 用那个NARS的粉饼定一下妆 但是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看到我脸上妆效 就都很惊喜 因为完全没有那种特别特别脱妆 或者特别油的情况 所以它的定妆效果就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在上脸的时候 就是刚上脸的时候 它是那种柔光的效果 但是又带有一点点一点点的珠光 完全不会写毛孔的那种珠光 就是过了一会儿之后 它就会慢慢消失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脸非常干净 非常滑 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用那个 我把我的护肤品放在了我床旁边的架子上 所以我每天晚上就是可以坐在这边护肤 感觉还是挺爽的 这个面霜已经快用完了 是Fresh的这个莲花面霜 超好用 就是又滋润又不油腻 然后味道又很香 这应该是我最近买过的面霜里面最好闻的味道了 就是淡淡的莲花的香味 润唇膏还是用的海兰芝米 然后眼霜呢 用的是这个Fresh的红茶眼霜 这个也超级香的 玩了 所以说早就很不容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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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brunch吃的是比较简单的中餐 今天的口红是汤福尔白馆的这一支03号色叫做 就是法语里面轻视轻蔑的意思 但是我不是特别懂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这个颜色呢就是一个非常甜蜜的珊瑚粉 就是一个没有那么荧光的珊瑚粉的颜色 而且珊瑚粉好像是今年的color of the year 所以说今天特别拿出这一支来涂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涂过这个颜色了 然后今天的outfit就是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木耳边半高领的 针织内搭 下半身呢就穿了一条这个米黄色格纹的裤子 非常非常宽松 这个腰很大我有点穿不住它 但是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今天背的包呢是这个Celine的box 这个颜色是裸粉色 皮质是山羊皮 这个是我两三年前买的一个季节款吧 因为它里面是这样子一个小饥黄的配色 这个包呢其实我买了以后只背了两三次 因为它本身自重挺重的 里面呢又不能说装很多那种比较有厚度的东西 所以说上学和出去玩都不会考虑它 但是挺适合上班的 因为它的这个款式和颜色都非常的简约很清淡 这个包就是一个春天的包包 OK Prolonged dormancy Dormancy是什么意思啊 Dormancy 你想想看Dorm是什么东西啊 寝室 寝室是用来干嘛的 睡觉 Dormancy是睡觉 冬眠的意思 OK Or Tupper Tupper 对 疲劳困倦那个意思 终于下班了 过来逛一下沃尔玛买点东西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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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回家就看到你这个姿势 妈妈不在家你玩得很爽是不是 是啊 撸起来 讨厌鬼 我回家啦 今天晚上呢因为要去健身房 所以我觉得吃一根蛋白棒可能太少了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一点点简单的晚餐 鸡胸肉饼还在热 这边是我刚刚在85度C买的那个高鲜和果面包 这个我刚刚尝了一下还挺好吃的 不是特别硬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葡萄干和坚果之类的 还蛮好吃的 然后这个是在超市买的小番茄 我最近都是一次性做好一些食物放在冰箱里面 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吃 我觉得这种不用去思考每天要吃什么的生活还挺开心的 就不用去纠结 娜娜 嗨嗨 你在哪儿呢 臭娜也在这儿吃晚饭啦 狼吞虎咽的 OK 我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健身啦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体重巅峰98斤的肚子 旁边都已经有这个小小的游泳圈了 不说了 走吧 练完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好累啊 因为太久没有运动了 所以稍微运动一下就感觉快要死掉 终于到家了 这次呢我要给我的vlog录一个ending 那以上就是我周四周五的工作日常啦 明天就是周六了 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非常非常开心又充实的周末 虽然我还是要去上班的 而且是早班 我明天早上要八点半到公司 所以我就赶快洗洗睡啦 拜拜